因时利岛 春秋时期 郑国都城内有一所学校 人们都喜欢在那里聚会畅谈 一天 一位叫燃明的官员路过那 听到里面的人正在评判朝政得失 议论官员是非 燃明愤怒地转身离开 找到另一位朝廷大臣子产 向他抱怨道 老百姓在学校里 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倒是学会了抨击正事 如果这些言论流传出去 对国家有害无益 干脆把学校拆了吧 资产听完 摆摆手说 我先请教你一件事 当河水暴涨 即将溃低时 是阴时利岛 放掉一些水比较好 还是加高低岸 把水堵住比较好呢 当然是放掉一些水比较好 燃明答道 资产接着说道 君主治理国家 官员处理政务时 都免不了会出些差错 老百姓把我们的错误都指出来 我们就可以及时改正 但如果我们拆了学校 老百姓便无处宣泄 自然只能把不满情绪憋在心里 久而久之 就会像暴涨的河水一样 堵塞得越厉害 冲绝低岸时的力量就越大 造成的危害也就越严重 燃明听后 心服口服 殷实力岛 春秋时期 郑国都城内有一所学校 人们都喜欢在那里聚会畅谈 一天 一位叫燃明的官员路过那 听到里面的人正在评判朝政得失 议论官员是非 燃明愤怒地转身离开 找到另一位朝廷大臣子产 向他抱怨道 老百姓在学校里 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倒是学会了抨击正事 如果这些言论流传出去 对国家有害无益 干脆把学校拆了吧 子产听完 摆摆手说 我先请教你一件事 当河水暴涨 即将溃低时 是阴势力倒 放掉一些水比较好 还是加高低岸 把水堵住比较好呢 当然是放掉一些水比较好 燃明答道 子产接着说道 君主治理国家 官员处理政务时 都免不了会出些差错 老百姓把我们的错误都指出来 我们就可以及时改正 但如果我们拆了学校 老百姓便无处宣泄 自然只能把不满情绪憋在心里 久而久之 就会像暴涨的河水一样 堵塞得越厉害 冲绝低岸时的力量就越大 造成的危害也就越严重 燃明听后 心服口服 阴时力倒 春秋时期 郑国都城内有一所学校 人们都喜欢在那里聚会畅谈 一天 一位叫燃明的官员路过那儿 听到里面的人正在评判 朝政得失 议论官员是非 燃明愤怒地转身离开 找到另一位朝廷大臣子产 向他抱怨道 老百姓在学校里 没有学到什么有用的东西 倒是学会了抨击政事 如果这些言论流传出去 对国家有害无益 干脆把学校拆了吧 子产听完 摆摆手说 我先请教你一件事 当河水暴涨 即将溃低时 是阴时力倒 放掉一些水比较好 还是加高低岸 把水堵住比较好呢 当然是放掉一些水比较好 燃明答道 子产接着说道 君主治理国家 官员处理政务时 都免不了会出些差错 老百姓把我们的错误都指出来 我们就可以及时改正 但如果我们拆了学校 老百姓便无处宣泄 自然只能把不满情绪憋在心里 久而久之 就会像暴涨的河水一样 堵塞得越厉害 冲绝低岸时的力量就越大 造成的危害也就越严重 燃明听后 心服口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